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洛奇水火箭 欢迎大家 现在我开始讲水火箭发射 水火箭发射我分成四个来讲啊 1234 因为里面每一个展开的内容都非常的多 所以我没办法在一个视频里面都把它讲完 那么这个视频呢 我先安排简单的演示水火箭的发射过程 因为上一节课我们讲了水火箭的制作 也讲了水火箭材料怎么获得了 那么相信大家已经是动手制作好了一支水火箭了 那么做好之后呢 就只能是一支静态的展示的水火箭 我们是还是怀着很激动的心态 想看看这支水火箭怎么发射的发射的效果怎么样啊 那么我就开始演示一下 只能说是简单的演示啊 简单的演示发射的过程啊 水火箭的发射就涉及到这些了 一支所有箭还有发射架或者说是发射器 还有再加上充气的设备 充气的设备简单的来说啦 就是一种打气筒 一二三这三种东西才可以发射 那么发射的角度都可以啊 我说的这个45到60度是关于向前飞的 或者说哪个角度最优发射的最远呢 就是这个角度的一个参考 加水量加多少水 最优的啊 网络上面说的最优的一个加水量是三分之一 但是这个三分之一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做专业的测试 看过专业有全微信的论文 去把它阐述这个三分之一这个数据 所以只能够现在为止呢 只能够简单的去 去看看这个数据吧 以后这个数据是否正确的话 还需要论证一下 大概二分之一三分之一都行 就算你不加水也可以啊 不加水只要有气压 你这支所有箭都可以发射 所有箭体内加了液体啊 最常规的就是加制奶水啊 这是最好的 至于加其他的液体是不建议 其他的液体有可能比较危险啊 其他的液体成本也比较高啊 制奶水就最简单 最容易获得 那么说完以上这些内容之后了 现在就正式看一看视频 好 有点多的 比较几率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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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一节课了 下个课程呢就开始讲这个发射设备 发射的设备啊 我们下节课见 谢谢大家